《拔葉因種心》 我們在講這個拔葉因種心 拔葉因種心是洪華大師十柱心論的第五種心 那麼我們提到這個起 再來他十二英年當中有一個起 這個起就是說人在成年以後他長大了 十四歲十五歲有意望 那麼再長大一點他就開始對這個民 對這個地位對這個金錢 對家庭都有一種要的那一種心 要我欲望我希望有民 那麼希望有利 那麼希望有好的家庭 希望得到什麼 這個就是起 起的這個心就產生出來 那麼再來是有 有是什麼呢 因為你有這個心產生出來 有那種行為 就有一種有出現 這十二英年之一的 之一的一種有 因為你去取得這些的時候 所用的種種的心 是不是屬於貪啊 辰啊 汁啊 這些心去取的 那就有了什麼呢 就又有業障又造業了 這個有就是代表你又造了業了 又造了業了 那麼以後會怎麼樣呢 會再受生 再來就是一個生 你有這個業障以後集合起來 以後呢又再受生 又再出生 又再出生 這個業障已經又出來了 那麼最後一個十二啊 是老死 老死就是老了 再死掉了 這個又變成來世之位 來世之位 你來世的時候啊 又一樣要老要死 就是這樣子十二英元 在那邊輪回 釋迦摩尼佛在菩提樹下 他坐下來冥想 就想這個 前世的啦 這一世的啦 那麼老啦 死啦 又再出生 那麼你因為要愛啊 要取啊 你就又有業障了 又又又 又來了很多的業障了 那麼這些業障又重新的 又進入第二個死 第二死 又有生 又有老死 釋迦摩尼佛在菩提樹下 就一直在那邊想啊 想啊 那麼如何去解脫呢 如何解脫這十二英元呢 這些英元怎麼辦呢 無死無名怎麼辦呢 那佛陀啊 他就想出四個字 也就是四個真諦啊 四聖地 就是他想出來的 也就是苦疾滅到四聖地 原則上講起來 十二英元啊 十二英元啊 都是苦 十二英元都是苦的 你看那個有形的世界啊 眾生啊 種種的煩惱 都是苦的 所以他認為啊 這個苦 眾生都是苦的 那麼一切的行為都是空的 一切的現象都是無常的 就變成苦、空、無常 因為你把這個苦的原因啊 苦的業集合起來 集所有的眾苦 集合起來 就造成把這些業集合起來 造成了眾苦 那麼怎麼辦呢 就想辦法滅 滅是什麼 滅掉所有的業 使這個業因啊沒有了 這個業的因啊沒有了 左上解脫之道 用真正的這個解脫煩惱的方法 就是道 來滅掉種種的業 這個就是苦、集、滅、道 四個字啊 這重要的含義 可以講這四個字都是真理 這個苦就是真理 因為眾生都是苦的 集就是因為苦 為什麼有苦 就集所有的業才會有苦 這個集也是一個真理 那麼滅 你必須要把所有的業啊 全部滅掉的時候啊 你才能夠得到解脫的道 這個也是真理 這個就是釋迦牟尼佛啊 所講的這個苦集滅到 他本身的這個道理是在這裡的 那麼你在修行的過程當中啊 修行的過程當中 你能夠懂得拔業因種 拔掉這個業障 拔掉因 拔掉這個種子 這個釋 在此立心的 叫做拔業因種性 這樣差不多大家都可以了解 到第五柱心的時候啊 就是要把這個因 事跟業啊 通通都給它這個掃除掉 通通給它掃除掉 像我們密教裡面呢 在修這個生口意清淨 生清淨啊 口清淨啊 意念清淨啊 可以講就是在拔業 拔因 這個拔這個事 把這個種子 通通給它消除 這個業障的種子給它消除掉 我們每天啊 在修一堂法是做什麼的 不是白白坐在那裡啊 做完功課好玩啊 做完功課就完了 不是啊 你就是在拔你的業障 把你的業障可以消除掉 我們做附魔 燒這個煩惱心 就是要把煩惱消除掉 你到了這個真正的 很高的境界的時候啊 你業障業輕啊 你的這個 這個國品品味啊 你的品味就越高 這個業越消除啊 你就越上乘 越上 心靈就升華 往上這個飛升 你業業重啊 你就墮落到三二道 到了這個畜生道啊 惡鬼道啊 地義道 業業沒有了 業完全清淨了 就是佛了 所有的業障都沒有了 你就成就了 你就成就了 所以我們今天修行啊 最主要就是 消除業障 消除煩惱 消除這些種子事 就是你無死無名啊 留下來的這些種子事 很多的 你不要以為沒有 沒有 一出生就有的 就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 所以有些啊 那個 有些人一出生 事實上啊 每個人都不同 有些人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顯現業障 在他身上 所以龍 殘 陰 雅 有的 耳朵就已經聽不見了 有的眼睛就看不到了 已經就殘障了 一出生就有了 一出生就有了 所以這個出生啊 也不能算是平等啊 也不能算是平等 因為這個是按照佛教講起來啊 這是前世的因 今世的果 又是未來世的因 又是未來世的果 就是這樣子啊 三世因果輪迴 佛陀啊 在菩提書下 領悟了這些真理以後啊 他就開了 開了天眼 看到這個天上的心 其實就是明體 就是光明體 這時候他就開悟了 所以我們啊 從十二因元也可以去修 這個立心就是在這裡 On Ma Ni Be Mi Ho